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期视频和大家推荐一个古针的音色 在contact里面的黄河古针 这也是我比较常用的一个古针音色 主要是因为首先它的体积比较小 二一个它的技法还是比较的多 有12种技法 弹奏的技法 还有它占用的内存相对来说比较少 就占用的 你全部加载完 把它的技法全部加载完 才500兆不到的内存 现在对一个编曲的电脑来说的话 500兆的内存的话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了 只要你不是那种远古型的电脑 用这个音源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然后它12种技法 分别有正常的弹奏 有门音 咬指 有滑音 上滑下滑 快滑慢滑 我们可以先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技法的音色 这是咬指 这是个慢滑音 这是个泛音 这是个滑音 弯音 慢滑 总共12种技法 虽然古证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弹作方法 但是我们在做一些流行音乐 特别一些古风音乐当中 用不到那么多的技法 常用的也就是那么三四种 我简单弹了一个唱喊一声笑 给大家先听一听他的这个声音 这样听上去的话 还是有点点假 但是我们一般的做音乐的时候 不仅仅是一个古针 配上个吉他的话 就掩盖了他一些瑕疵 听上去还会有那么一点味道 然后我们听一下加一个吉他 是一个什么感觉 这样子是不是就稍微好一点了 因为我也是做的不是那么惊喜 你再加点混响 做些EQ 加一些混音的一些技巧进去的话 不敢说做到以假乱针 至少让你的编曲当中 可以添加一些中国的一些风味 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古针的一个音源 也是一些朋友想知道的 问我用什么这种中国乐器 其实我用中国乐器相对比较少 因为用MIDI去做这些东西还是不太像 好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